成龙大哥 中国香港演员导演动作指导歌手制片人编剧 成龙大哥拥有着多重身份 他以其独有的动作喜剧创作 致力向全世界传播弘扬中国功夫文化 作品众多国际影响力巨大 他曾凭借着新警察故事 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经济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6年成为首位获得第89届奥斯卡迹象奖 终身成就奖的华人演员 欢迎大哥 欢迎来到成都来到第37届大众品百花奖 成龙大哥好 成龙大哥好 你好你好 大哥您手上抱着的是一会儿要拿走的 还是送给大家的 这个我已经带了他十几年 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跟很多名人拍个照片 跟很多地标拍个照片 他已经跟我分不开了 本来我说存五年来做慈善的 后来现在已经不舍得 因为快跟我20年 世界各地的去各大影展的道 那为什么大哥会带着两只小熊猫去各大影展 确实大哥和熊猫有着很深的缘分 对不对 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08年文川地震之后我领养了两只熊猫 叫晨晨跟龙龙 我也是熊猫大使 之后我在英国的一个叫Build a Bear 就做了两只熊猫 之后就带着他世界各地的走了 就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很多世界大名人 大总统 大导演都跟他拍个照片 带着他世界各地的走 那这一次又带着他来到了四川成都 回到了家乡 带他回到家乡 我也把这个熊猫的文化带到全世界 让更多的小孩子 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熊猫 是的 因为大家说来到成都打卡 一定会去到熊猫的乐园 所以大哥的内心永远都是 不仅在牵挂着我们的中国电影 当然也在感谢着我们每一位 电影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支持 您来到百花奖 我们太开心了 因为成都的朋友们 见到大哥太不容易了 那今天我们要不要给大家 再送上一点祝福啊 成龙大哥 首先我谢谢所有成都的朋友们 在我去年年中 在成都拍P计划 是一部保护熊猫的一部电影 给我的大力支持 希望这部电影出来 会让更多的人喜欢 谢谢成都观众 我这一个半月 我学了一句话叫 成都话吗 好 忘了 说得很好啊成龙大哥 大哥您来了我们也 而且大哥您今天来到的是 第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这是人民群众 评出来的优秀的作品 作为电影人的代表 有什么要对我们中国电影 以及我们的电影观众 以及电影人说的呢 首先我们做电影人一定要拍出 观众喜欢的电影 对我来讲我要拍出一部 世界观众都喜欢的电影 也希望观众看电影的时候 包容一点 多一点善意的批评 我相信我们会拍出更好的中国电影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会在 百花奖拿个奖 哇大哥您能来 我相信这就是大家共同的幸福 因为您是我们电影人 很多优秀的年轻电影人 学习的榜样 大哥我们一定会支持您的每一部作品 是的是的 我们知道大哥拍戏非常的拼命啊 时候有时候会非常心疼大哥 但又很想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希望未来能够祈祷 您更多的好的作品 很快明年马 年终马上来了 批计划就会上映 对 对中国电影的喜爱 是根本停不下来的 对吧 谢谢成龙大哥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大哥 也感谢您百忙当中来到了这里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喜爱的电影人 谢谢 谢谢成龙大哥